歡迎各位收看心性治療室第二季 我是你們節目主持人Aman 同樣我身邊都有李慧儀老師Joe 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就是情緒病與自殺 我們討論這個話題之前 其實香港近年來自殺的數字是否上升的跡象 香港的數字每年都會有一些升跌 現在最新近就是出到2019年的官方數字 統計是不夠1,000宗 就是993宗 就是自殺身亡的數字 這些數字是否包括自殺不成功的 那些一定是成功真的自殺 是成功身亡的 在香港和美國這類的地區會很不同 比如美國的統計上會有一些研究 計算企圖自殺的數字 香港就是缺乏這類數字 所以我們只有成功自殺 最後令自己身亡的數字 最後令自己身亡的數字 裡面就有一些男女比例 年齡群的組別 其實男女比例 其實男和女自殺的分佈會有甚麼分別 在香港看19年的數字 男性自殺身亡的數字是600多宗 而女士是300多宗 若母的比例是2比1 這個和世界各地的比例都是類似的 死亡率是男性會高一點 為何男性會成功自殺多於女性 其實有一種分析 男性第一就是他採取自殺行為的形式 就會是暴裂 或者所謂的死亡 譬如他決定跳樓 他會一下子跳下去 在美國他吞槍自殺 通常都是救不上 但女性就會用一些軟性的方法 譬如他是服藥 或是自己製造一些車禍 他就會很嚴重的受傷 還有有後遺症 但他就不會身亡 所以就會有這個分別 還有就是男女性的性別 男性很多時候較少跟別人透露 而女性就會跟別人預告或傾訴更多 所以被人阻止的機會亦會高一點 即是跟別人傾訴的當中 就會有朋友可能會阻止到你 所以自殺一定是要跟別人說 之前就差很遠 其實出來的結果會很不同 明白 我們講到自殺 其實年齡群是怎樣分佈的 如果用香港的數字來說 2019年 其實想不到 最高的比率是長者 是70歲以上的長者 佔了200多宗 即是比例有20% 而其次就是青少年 佔了10多% 但我們要留意歷年的數字統計 就是自殺是有年輕化的趨勢 就是年輕人的自殺比率越來越高 想不到 我通常沒有看這些數字 都以為年輕人或中年人 衝動會多些 就會容易自殺 其實為什麼老年人都70多歲 還會有這麼容易紋身 這個自殺的年頭 其實我們去看老年人 其實第一 他容易會有一些生理上的退化 會有病痛 甚至有一些患疾 他們就會覺得心無可戀 而第二 要生存下去 要有那種意志力 其實很靠身邊 有沒有人去扶持 但以香港的情況 其實香港有很多很孤獨的老人家 他們會覺得 都心無可戀 都沒有人來探我 沒有朋友 他們很多時在華人的文化裡 就會萌生一種想法 就是我留在那裡獻世 我要這麼長命做什麼 在這種死而易決的狀態下 他們就會去想一些方法 去令自己失去了生命 通常年齡比較大 可能就沒有人理會 可能就疏忽了 變成他自殺的傾向 就會有這個念頭 我想問一下 Joe 其實自殺 有沒有這些特定的群組 可能勸喻別人 不如我們一起自殺 或是令到帶給別人有自殺的傾向 如果說以餘目染 就是在年輕人群體裡 傳播力是會強一些 當然我們不可以忽視 譬如我們剛才說到長者 他們如果在相處 譬如他們很寂寞 都是只有自己一個 到公園 互相談起的話題就是 很無聊 現世 甚至像現在的疫情 他們會覺得很孤獨 其實他們都容易有這種念頭 但整體上我們看回全球的研究 其實都是年輕人之間的那種 那種的圈驗會比較厲害一點 好 講到年輕人 我上網看了一個案例 在2020年8月 有兩位男子 一位分別是24歲和25歲 他們兩個都不認識的 較早前加入了 這個社交網站的自殺群組 原來有這些群組 我也第一次聽 雙日到酒店一起沉死 到傍晚凌晨就企圖自殺 最後一死一傷 其實為何自殺還會約在一起呢 其實這叫做協定自殺 可以是兩個互相不相識 好像剛剛那個案例一樣 亦都可以是相識的人之間協定 就是我們一起心無可戀 不如一起離開這個世界 就覺得好像我臨終的時候 都有陪伴者 所以在不同的地區 我們都會聽到這類的情況 當然協定自殺 其實就是一些罪行 不死的那一方 就會被告上法庭 是有罪的 是有罪的 因為要去調查 究竟你在協定裏面 你是不是唆使對方去死 而你自己是設一個局 其實我死不去的 一定就是會成為一個法庭案件 是 我想問一下 兩位協定自殺 未死的那個就有罪了 如果我自己自殺 如果我死不去 我會不會有罪呢 其實如果在香港法例裏面 有機會會引用精神健康條例 因為怕你再去尋死 容易到自殺 又或者會做一些傷害別人的行為 就會有一個強制住院令 接受治療 直到你的病情穩定 就可以有條件出院 這個意思就是 你之後要繼續接受精神科治療 要服藥 否則又會夾你進醫院 明白 說到自殺 很自然就會串聯到 精神病和情緒病這個問題 其實是否一定會有息息相關的 我們可以去看美國的一些數據 就是在美國一個三億多人口的國家裏面 那個自殺率就是每年約4萬多人 在研究裏面 其實就會看到有一些企圖自殺個案 就不是那4萬多人身亡 原來美國會有100多萬人 是認真思考去自殺 亦都有100多萬人會去想計劃 怎樣死亡 又或者怎樣去搞自己的身後事 怎樣分配財產 自己的貓和狗誰去照顧 有這些計劃的 在這些個案裏面 我們去計算那個比率 其實就是佔一個整體人口的幾個百分比 有意圖自殺的幾個百分比 但是有另一個研究顯示 就是有情緒病的人 若是有三分二人認真地去想自殺 那麼比率就高很多 幾個百分比 和六十幾個百分比 三分二人 那就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所以就是兩個研究比較 我們就會看到 情緒病是令人走上絕路的其中一個關鍵原因 明白 我想問一下 情緒病分很多種 有沒有哪幾種情緒病特別容易會有自殺 其實常見的就是抑鬱 抑鬱 當人有抑鬱的狀態的時候 很容易對於世界上所有東西都變成無感 這件事我還有什麼值得留戀呢 這件事提不起我的興趣 無論是對工作 對家庭 對身邊朋友 都是突然間有一種隔絕的感覺 當這件事強化的時候 反正我都是跟他們隔絕 不如我再進一步隔絕 就是我弄死了自己 那我就永遠離開 而且就會有一些很灰的想法 就是會覺得我的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我的抑鬱症是醫不好的 又或者抑鬱症延伸出來 令到我學習 或者工作上人際上的問題 永遠解決不了 不如我死掉 抑鬱是其中一種 而另外就是精神病裡面的躁鬱症 在狂躁的時候 其實你會想很多事情 如何與世界緊密接觸 所以譬如我們就說 在躁鬱的階段發作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想很多 我要如何改變世界的計劃 這樣去想 但他一跌落去鬱階段的時候 他就覺得我無能為力 我什麼都做不到 於是在這個狀態 最容易導致他做一些傻事 去輕生 說到抑鬱症 其實還有一件事叫產後抑鬱 其實會不會影響到 產後抑鬱其實是否維持很短時間 就會失去 其實坊間就會有這種錯誤的看法 以為產後抑鬱 產後抑鬱 你屈一輪就沒事了 甚至有些說法就是 那些荷爾蒙亂了 到你調整後 你變回正常的女人 正常的媽媽 你就沒事了 所以很多人都會忽視了媽媽自己 因為母親自己有抑鬱症狀 或者他家人 包括譬如丈夫 或是家中的四大長老 看到產後生後不開心 都會覺得沒事的 你辛苦而已 但是其實產後抑鬱 如果不去處理 即時會對媽媽本身 以及對嬰兒本身 是有一個危險的 因為是容易招致自殺的行為 而如果不處理 所謂叫做勾住勾住 他又沒有真的去做一些自殺 或者去殘害自己的行為 他可以延續很多年 譬如我看過一個個案 都說十幾年前 就是那個媽媽有產後抑鬱 他一直很忍耐 亦都很乖地去看精神科去吃藥 但是那個病症一直不走 到小朋友 已經由嬰兒變成幼稚園小朋友 有一天他教功課 然後教得很不開心 小朋友教也不懂 他打開槍就跳樓 這是一個很悲哀的個案 因為我知道在喪禮上 最承受千夫所致的 就是那個小朋友 但他不懂事 他在靈堂上問親戚朋友長輩 為何媽媽睡在這裡 然後他就扭手 他說我想吃糖 媽媽平時會請我吃糖 然後很多大人就走過去 罵他 你三性 是你累死你媽媽 其實我們就會看到 這個自殺 其實那個小朋友 就是一個的遺屬 他的成長就會很坎坷 其實還有很多問題 都很想和Joe繼續分享 不過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留下集一起聊聊 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